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介绍一下标准模板库 标准模板库的缩写为STL 它是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的缩写 STL是标准的一部分 STL代码从广页上来分,可以分为三类 分别是容器、携带器和算法 它们的实现代码都是采用模板类和模板函数的方式来实现的 模板类和模板函数相比于传统的 由函数和类组成的库来说提供了更好的代码出用机会 经典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实际上是有限的 比如说站、对列 但是我们常常为了实现一些站、对列等结构而编写重复的代码 这些代码大都是十分相似的 只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数据结构而在细节上有所出入 STL的容器就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方便 它允许我们重复利用UO的这种实现 来构造自己的在特定类型下的数据结构 通过设置一些模板类 STL对最常用的数据结构提供了支持 这些模板的参数允许我们指定容器中元素的数据类型 可以减化我们原来重复而乏味的工作 我们前面介绍的VectorStream就是容器的一种 迭代器在STL中用来将算法和容器关联起来 它起了一种连合剂的作用 几乎所有的STL的算法都是通过迭代器来存取元素进行工作的 每一个容器都定义了它本身所专有的一些迭代器 用于存储容器中的元素 STL中提供了大约100个实现算法的模板函数 每个函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独立的 其中常用的一些功能涉及到比较、交换、查找、便利、复制修改等等这些算法 下面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它们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容器 什么是容器呢 在CR中容器被定义为可以持有其他对象或指向其他对象的指针 这种对象类型就叫做容器 很简单 容器就是保存了其他对象的对象 当然这是一种比较通俗的理解 容器中还包含了一些处理其他对象的一些方法 因为这些方法在重新设计中经常不会用到 所以说容器也体验了一个好处 就是容器类是一种对特定代码重用问题的良好的解决方案 容器呢就可以自行扩展 自动的管理内存的分配和释放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常常不知道我们需要保存多少个对象 不知道应该创建多大的内存空间来保存我们的对象 因为数组的话 我们分配的时候必须要告诉它一个固定的长度 这个时候容器的优势就在这里期限出来了 它并不需要你一先告诉它 你需要存入多少对象 你只需要创建一个容器对象 然后定用它的一些方法 内部的一些细节呢 都由容器完成 它可以自动的为你申请的释放内存 C加中的容器呢 都基于模板的方式来实现的 标准C加库中的容器呢 提供了多种数据结构 这些数据结构可以和算法一起呢 很好的工作 文件开发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容器呢 又可以分为三类 分别是顺序容器 关联容器和容器示威器 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它们 顺序容器 它是一种各个元素之间 是有顺序关系的一种线性的一种表 在顺序容器中呢 每个元素呢 都有固定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跟元素本身是不相关的 比如说vector 就是一种顺序容器 内部的元素的位置呢 是跟元素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跟你pushback的顺序是相关的 作为关联容器呢 就是一种非线性的数据结构 各个元素之间呢 是没有严格上的物理上的顺序关系的 它是以见直的方式来保存的 它可以把关键字和直关联起来 第三种呢是容器示威器 示威器是容器的接口 示威器本身是不提供一些功能的 它只是提供一些接口 我们在调用容器示威器的时候 它会将这些调用操作 内部使用顺序容器去实现 仅仅发生了接口的转换 这下面呢是一张表 列出了它们每种容器的一些特点 先来首先呢了解一下 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介绍 顺序容器呢包括vector 我们前面也介绍过deck和list 关联容器呢包括set,multi-set,map和multi-map 而容器示威器呢包括stack表示站 queue表示对列 priorityqueue表示优先对列 下面呢让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容器的三种类型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顺序容器 我们在前面也说过顺序容器包括vector,list和deck 顺序容器呢可以提供控制元素存储和访问顺序的能力 元素的顺序呢由加入容器的顺序来决定的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vector vector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是介绍了怎么去使用它 那这里呢我们对vector的一些原理 内部的实现机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vector呢内部的实现的时候 是将元素保存在连续的存储空间中的 我们可以认为它内部是使用数组来保存元素的 因此呢它是可以提供对下标的随机访问的 这样一种能力的 它的访问速度是非常快的 使用pushback的方法 像vector的末尾填加元素的时候 是非常快的 但是像中间添加元素和删除元素代价非常大的 添加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将这个位置之后的所有元素 都向后移动一个位置 删除的时候呢 需要将这个位置后面的元素 所有的元素都需要向前来移动一个位置 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保证它内部的元素呢是连续存储的 我们在创建一个vector对象之后 内部会首先分配一段连续的空间 图室的空间大小呢是由vector默认来指定的 我们可以通过capacity这个方法来获得默认的大小 当存储的数据超过了分配的空间的时候 首先呢vector会申请一段更大的内存块 然后将原来的数据拷贝到新的内存块中 vector虽然很方便 但是呢它并不说在什么情况下都具有很好的性能 保存需要的数据量很大 但是同时呢我们又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元素的时候 这个时候vector的性能就会很糟糕 只有一先知道我们要保存的数据是多大的时候 使用vector的性能才是比较好的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list list的这个容器呢内部是使用链表来实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中会对链表进行介绍 就是每一个节点它们之间通过指针关联起来 并不是保存在一段连续的区域 多个内存块使用指针来关联起来 因为它是通过指针来关联起来的 给它添加一个元元素的时候 无论是在中间还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 只需要调整一下它们指针的指向的位置就可以了 但是代价就是不支持随机的访问 如果需要访问链表中间的一个元素的话 需要从头开始通过它们的指针一步一步的向后访问 需要便利整个链表 它是不支持下标运算符的 而vector是支持的 基于这个特点呢 list非常适合存储 不知道要保存的元素的个数的 当我们需要频繁在中间增加和删除元素 我们又不知道元素的具体的个数的时候 不需要对元素进行随机访问 使用类似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deck 读作deck 它是一种优化的顺序容器 两端对它进行添加和删除元素的时候 都具有很好的性能 同时它还支持随机访问 所以说deck是对vector和类似的结合 vector是将所有的对象保存在一段连续的存储空间中 而在deck中的并不是采用这种方法 它是采用多个连续的存储空间 每一个内存块的内部是连续来存储的 像deck的两端添加和删除元素 开销是很小的 因为它不需要重新的分配空间 下面一张图列出了vector deck和list在内存结构上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vector 它内部各个元素都是保存在一段连续的存储空间上 顺序的存储的类似的 每个元素之间都是独立的 两个内存块之间通过指针来关联起来 当我们需要删除其中一个元素的时候 只需要更改一下它前面后面的一个指针 所以说删除和增加元素效率是比较高的 deck内部具有多个连续的内存区域 在每个内存区域的内部元素是顺序连续存储的 并且在一个映射结构中对这些块进行跟踪 所以说像它的两端添加和删除元素的开销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说deck是对vector和list优缺点的一种结合 我们介绍这三种顺序容器 应该怎么来选择使用哪种顺序容器呢 下面是一些准则 如果我们需要随机访问中的元素 应该使用vector或者deck 因为他们都支持这种随机的访问 如果需要在容器的中间插入和删除元素 应该使用list list比较高效 而其他两种都是比较合备性能的 如果我们需要在容器的尾部和尾部插入和删除元素 不会向中间位置插入和删除元素 应该使用deck 如果说元素的个数是不确定的 并且需要从尾部来插入 同时也需要随机访问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deck 最后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 如果我们既需要随机访问元素 又需要在容器的中间位置插入元素 这个时候就不太好说了 我们可以分别使用三种容器进行测试 看哪一个性能比较高 最后来决定使用哪一种顺序容器 容器呢 除了可以保存一些元素之外 还提供了一些方法 对容器中的元素进行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vector的pushback方法 像vector容器的末纹添加一个新的元素 SDR的容器呢 对外提供了统一的公共的方法 list,vector和deck 所有的容器对外都提供了统一的一个公共接口 但是呢 由于容器具体类型的不同 它们提供的一些方法还是有些差异的 比如说一些操作呢 只适用于顺序容器或是关联容器 还有一些操作呢 只适用于顺序容器 或者是关联容器的一个子集 比如说下标访问预算符 类似的是不支持下标访问的 它是不提供这个方法的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顺序容器提供的一些操作 如果说某个操作只适用于某个容器的时候呢 我们会专门来指出 使用容器之前 我们需要包含一下每一个容器的头文件 使用vector的时候需要包含vector的头文件 使用类似的时候需要包含类似的头文件 deck也一样 vector类似的个deck呢 都是定义在std这个命名空间中的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定义一个容器对象 因为所有的容器都是通过类模板来实现的 我们在定义一个容器的时候 需要后面指定一对监控号 监控号内部呢 表示定义的这个容器 需要保存何种类型的元素 vector 后面跟着是一对监控号 监控号内部呢 是跟着strand类型 比如说svec那部保存的元素是strand类型的 定义的i类似的容器呢 是一个链表类 它内部保存的元素类型是anti类型的 deck中的元素呢也是anti类型 vector类似的deck呢 都定义了默认的各种函数 前面我们来看一下容器的一些初始化 容器的初始化呢 只有以下五种方式 第一种呢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第二种呢是在初始化一个容器的时候 将其他容器作为这个容器 构导函数的一个参数 这个时候是使用容器的拷费构导函数 来进行初始化的 这个时候ce跟ce 它的元素类型必须要是一样的 第二种方法呢 用来使用两个迭代器 来标示的一个范围 来初始化这个b容器 迭代器呢前面也说过 是联系容器和算法的一个桥梁 我们在后面会详细介绍 下面一种初始化的方法呢 具有两个参数 表示初始化的时候 容器c 具有n个七类型的元素 但是呢这种初始化的方法呢 只适用于顺序容器 最后一种方法呢 是创建一个具有n个初始化元素的容器c 比如说如果说c容器 类型是strin类型的 初始化元素的类型就是一个空的字符串 如果说这个容器的类型是anti类型的 那么创建的n个元素的值都是0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容器提供的方法 首先呢 摄取容器都提供了begin和and的方法 begin和and呢是用来返回容器的迭代器 在获得容器的迭代器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容器中的元素进行访问 我们可以在vector类似的deck上 可以使用begin和and 分别获得它们自己的迭代器 除了begin和and呢 还使用了一个rbegin和rand 获得它的逆向迭代器 下面呢是添加元素的方法 添加元素的方法呢 有以下几种方式 可以通过push back 向元素的上容器的末尾来添加一个元素 list vector和deck都支持这种方式 第二种方法呢是push front 就向容器的头部来添加一个元素 因为呢 向vector的头部添加一个元素性能比较差 所以呢 vector是不支持向容器的头部来添加一个元素的 只适用于list和deck 第三种出现天岸元素的方法是insert的方法 具有这几种方式 insert的方法呢 vector,deck,alice和deck都支持 虽然说像vector和deck中间 天岸元素的性能也比较差 但是它们都支持 下面呢是获得容器大小的方法 就一下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方法是size 可以用来返回容器中的元素的个数 第二个方法呢是maxsize 用来返回容器中最多可有容纳的元素的个数 再往下呢是empty方法 用来测试 如果说非空的话 返回false 空的话返回true 下面呢是resize方法 可以用来调整容器的大小 如果说原来的这个大小大于n 那么resize之后呢 那后面的一些元素就被删除掉了 如果说原来的大小小于n 那么就会新添加几个元素 新添加的元素的是默认使用初始值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参数 用来初始化新添加的元素 再往下呢是front或back方法 可以用来返回容器头部的最后的一个元素 下面呢是随机访问 元素的随机访问 可以通过下边运算或add方法来实现 因为呢类似的是不支持随机访问的 所以说只有vector和deck 支持元素的随机访问 再往下呢是元素的删除 我们可以通过erase,clear 或者pullback,pullfront 进行元素的删除 erase的参数呢是一代器 一个参数的话表示说 删除这个迪待器指向的元素 同时呢还可以指定一对迪待器 用来标记一个范围 这中间的一些元素呢都会被删除 clear方法呢可以清空容器 pullback方法可以删除容器最后的一个元素 我们当然可以定义一个迪待器 指向容器最后一个元素 然后通过erase方法来删除掉 但是呢使用pull方法比较简单 pullfront方法呢可以删除容器的一个元素 像vector头部插入和参数元素 参加比较高 所以说vector是没有提供这个方法的 最后呢是一些复制操作 复制的容器都支持复制运算符 用来将一个容器的一些元素 到另外一个 它可以通过swap方法 将两个容器中的元素进行交换 还有asun方法 大家知道有这么多方法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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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简单介绍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